一把刀轻敲一下就崩溃 真是太尴尬了 但今天最尴尬的还不是参赛选手 而是尼尔森居然垂到了自己的手 虽然他也不是第一次在断刀大赛受伤了 但这遮掩伤后的熟练姿势 让人看了不禁有点心疼啊 回到故事开头 今天的断刀材料是板金 这些板金材料由1095钢打造 但厚度只有0.15公分 要用这种金属薄板断刀 可谓是逆贴而行 一轮比赛只有三小时 选手们要如何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拭目以待 四位参赛者闻胜而动 依然拿了一片金属板 埃拉选手连三稿线都没划一笔 直接凭手感就把它切成了14片大小均匀的方块 别看他长这样 作为一名全职刀将 他的技术可以说是相当专业 清理完钢材后 他迅速把小钢片焊接起来 推入炉中断烧融间 马克也选择了分层断接的方法 但他举手投足并没有埃拉那么自信 由于节目组给的金属板太薄 很容易出现粘合不上 窍区分散等问题 这让他不得不悲观起来 斜六海布兰登为了行动方面 给自己扎了个重天小便 这富有着急的造型 配上鲜烟的酷须和丝袜 感觉哥们儿像是来浇油的 而聪明的安德鲁 选择了合装大马工艺 既然都说金属宝板的焊接容易出意外 那只要把它切成无数小块 然后给它们装进罐子里 统一加热融合 不就行了 这个方法的铺化时间较长 后期脱膜也比较费时间 但如果能成功的话 效果将非常不错 我们期待一下 半小时过去 艾拉将收好的钢匹断压紧实 趁回炉将热时 把断刀的草图化了出来 作为专业刀匠 时间管理也是他的职业素养之一 马克这边也在使用压压机 断压多层钢匹的技巧时 要保持力道的均匀和轻柔 尤其是应对这种超薄金属板堆成的钢匹 要像对待威化饼干那样小心 但那还是不小心把钢匹前端压坏了 现在这个部分已经开始冷却 变成了不祥的黑色 布亮灯的钢匹也端压好了 由于之前没有仔细切割边缘 他的钢匹侧面看起来皱皱巴巴 充满了汗泵 接下来还需要仔细修复一下 轮到安德鲁端压他的河马了 虽然内部钢匹加热程度不错 但这个外壳怎么也薄不下来 可枣子浇了一会儿进入之后 他只好把金属罐重新加热 再尝试别的办法 有了钢匹之后 大伙陆续进入断刀阶段 埃拉最先打好了刀型 他的工作手法灵活 刀片上多出的部分 他切掉后也没有东西 而是随手加工成了刀柄源头 还提前给他打好了孔 留到下一回合备用 马克这边还在给这个钢匹修行 结果前段分层开裂的范围越来越大 但他担心刚才不够用 不舍得切断那一小块 只好调转方向 把坏掉那部分做成刀柄 另一边做成刀尖 转眼只剩最后一小时 安德鲁还曾经在自己的世界里 专注脱罐无法自拔 一般刀匠如果到了这一步还没成功 通常都会选择连贯断刀 或者用研磨机磨掉表面的金属层 不过他现在开窍也还不算晚 布兰登这边也是很急 他的刀片形似小辣椒 基本全靠动力垂塑造形状 没有半点手工的痕迹 接下来该塑造刀根了 但他一个用力过猛 差点把整个刀皮压成了两节 真的好崩溃 接下来他想快也快不起来了 不久后 艾拉开始准备刀片的热处理 他的刀吹火过后 笔直剑硬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马克紧碎其后 直到吹火之前 他依然在担心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他的刀柄太薄太瘦 出锅后迅速发生了窍区 这一块现在脚针起来也很困难 所以他决定顺其自然 最后半小时 两个进度落后的选手也完成吹火 安德鲁的刀片状态看起来还不错 布兰登就没那么好运了 纯机细端打让他的刀片受了不少内伤 刚拿到研磨机打磨就暴露了分层问题 但现在也没时间后悔了 他只能努力调整 倒计时颅气结束 接下来是评委锐评环节 首先来看马克做的涂刀 刚才焊接兼顾 饼星略有窍区 但这个问题出现在刀柄上 总比出现在刀片上好多了 表现不错 安德鲁的砍刀很厚实 表面打磨不够均匀 还有几处轻微的凹陷和分层 不过都不算大问题 如果他能多注意一下时间管理 也许会交出更完美的作品 艾拉的库尔卡弯刀形至狂眼 细看却是满满的设计感 这把刀的几何曲率几乎完美 评委很期待看到成品 最后是布兰登的西班牙折刀 反驱的刀形有时候能给一把刀加分 但放在他的作品上 却有点折磨强迫症的意思 除此之外 刀背上的裂缝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轮比赛毫无意外 布兰登顺利出局 第二回合 三位幸存选手要修复刀片的遗留问题 然后做出一个适配的刀柄 本轮比赛兴持两小时 挑战继续 艾拉的刀片没有需要修复的问题 而且他在上一局就做好了刀柄源头 开局就领先全场 今天他打算做一个皮革手柄 他将一大块皮革切成很多小圆片 仔细比照刀根的尺寸 给皮革片打口 虽然他的眼睛不对称 但那是骨瘤疾病导致 作为一个成熟的刀将 他的势力比小马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 将皮革片都穿到刀根上之后 他用焊枪固定尾部源头 确定所有皮革都压实了之后 就可以拿去打磨手柄形状了 马克这边拿出火枪 先软化刀根 然后慢慢矫正柄形的弯曲 得到一把笔直的刀片后 才去考虑其他 安德鲁这边则是为刀柄做准备 他把木头钻出生孔 然后给刀根打削孔 做好机械连接的结构 一小时过去 两位选手已经凑齐了全部辅助材料 可以召唤手柄了 马克做了个绿色手柄 安德鲁也发挥自己功课难的盖房基因 用大块木头和几面黄铜 搭出了手柄的框架 打算先组装 再给饼材穿动 连接之前他在刀根上钻出的销钉孔 别问他为什么不提醒给木头钻好孔 在统一装配 因为评委也很疑惑 最后半小时 三位刀匠都在研磨机前忙碌着 但进度各不相同 艾拉已经在磨刀开刃 马克比他稍慢一步 还在打磨手柄 而安德鲁的工作量更大 这么一大块木头 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磨完 但倒计时不等人 第二轮比赛也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试刀环节 选手们交出神品刀具 进入强度测试 这次的刀具与开具材料 呼应是三层板金 马克第一个挑战 他这把刀的翠绿手柄是挺好看 就是打磨出扫了点 来看他的表现 尼尔森这试刀方法 想不误伤自己都难 不过选手的刀片支撑良好 就是刃口出现卷鞭 手柄也纵向断裂了 表现有点差强人意 下面轮到安德鲁 这把剑看着 颇有实戏时代的一封 来看看他的实力 手柄源头直接脱落 但中间的萧丁 还真保护住了刀柄的主体 看在刀刃损伤不多的分上 可以通过测试 接下来轮到艾拉 他的刀假人修长 刀腹宽厚而不臃肿 刀柄短小而不显得失衡 加上刀片表面的自然垂横 有一种诡异的美感 这把刀在连续包击之下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板刀使尼尔森的手 好像要不行了 下面是锋利度测试 筒刺皮革布 马克再次准备 虽然手柄在上一轮破裂 但并不影响它是一把锋利的刀 马克顺利通过测试 安德鲁继续挑战 看得出安德鲁留给摸刀的时间不太多 这些切口太多毛边了 表现一般 最后轮到艾拉 切口比较丝滑 挥砍也很有力 可以通过测试 听过讨论 这一轮是安德鲁的表现拉胯了 高别对手后 马克和埃拉进入决赛局 在这最后一回合 他们要挑战锻刀的是锯齿军刀 这把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印度 刃口成锯齿状 山长破甲 曾是印度军队的致死兵器 这把剑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锻刀大赛了 但这一次的要求更加细节 刀面长度必须在76到81公分之间 薛刀手柄也要还原 两位刀将会如何完成这个艰巨的挑战呢 我们继续收看 埃拉回到工作室 新花草草图 考虑到这把剑的重量轻盈 贸然自作大马士革钢的话 费时费力又很重 所以他直接将成品钢投入断入 虽然没有锯齿武器的经验 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与经验 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格比马克选择了80C22单纹作为主材料 这种钢硬度好 颜色也明亮 就是加工起来太费手 他忙活的一天 才勉强将钢劈拉伸到足够的长度 第二天 埃拉开始制作刀片的锯齿 他计划一共做出99个锯齿 剑局和角度也要完美保持一致 就这么一直工作到晚上 刀片总算完成了 接下来可以准备吹火 一阵浓烟过后 刀片成功催应 剩余的工作就轻松许多了 第三天 马克准备好刀柄材料 手动打磨护手 然后把它们装配到一起 确定适配过后 他才放心给刀吹火 到了最后一天 埃拉也只差一点数为工作 还有黑胡桃木作刀柄 表面在缠绕一群铜丝 接着把刀片打磨光滑 边缘磨锋利 最后试一试刀的威力 就可以收工了 马克这边也在抓紧时间赶工 他将粘合用的 环杨处置染成青色 让它与群铜护手的颜色相近 接着仔细修整锯齿 再试一下刀 就可以回归比赛现场 打杀四方了 首先来欣赏一下 两把锯齿刀的外形 马克的刀由8042刚打造 刀片采用反曲设计 锯齿打磨圆润 看起来充分考虑了英力风险 埃拉的刀也是同样的钢材 手柄的黑胡桃木 使它在自驾农场 现用线砍 虎实无华 但真情实感 接下来是时候看看 两把刀的真本事了 首先进入杀戮测试 马克性挑战 刀片与骨头接触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小缺口 刀柄有点偏圆 但尾安的位置卡得正好 不会让手柄在手中滑动 表现还不错 接着轮到艾拉 武器轻盈好操控 重量平衡卓越 杀伤力也十足 狗哥很满意 下面是大贝克主持的 动态强度测试 马克再次准备 刀刃依然锋利 但是刀具整体重量比较前轻 握在手中不是那么好控制 接下来看看艾拉的表现 作为武器大师 大贝克非常欣赏这把刀的外形 而且它用起来就和看起来一样好用 虽然刀刃有了缺口 但大部分边缘依然保持锋利 干得不错 比赛到这里 全部测试都已经进行完毕 两把刀的主要性能不分上下 综合比较过它们的舒适度 重量平衡与刀柄构造等细节之后 马克的刀还是以一点细微的差距 凄惨落败了 最后让我们恭喜艾拉获得本期比赛 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